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赶紧收拾一下吧 小圈子很酷 弄暖的衣服被巾 再戴一件衣服 邓妮 我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没有人猜下这是什么费事 今天我要前往江苏兰桶 去看我喜欢了很久的车 大家好 我外面是在平整市一台 野马 真是 我真的好像拿手摸不去 给你看一下 我现在手都一直在发抖 我记得这一代没有350 应该是贴的吧 没事 那边还有那么多炸裂的机肉车 然后它是通过这里进气的 然后到这个进气管 然后直接到这机械增压里面 好多炸啊 听车主说他想把这台车做到全国最快的站马 然后这一台科迈罗 你猜他改了多少钱 总共花了42万左右吧 现在做了一个ZDP的三接套件 所有的腹内锻造 还有涡轮 进气 中冷 排气 现在是轮上580匹 扭矩773扭 0到400 现在比赛的最佳数据是12秒21 因为就是之前一直是扭力太大了 变速箱支撑不住了 这已经是我第三个变速箱了 跑一场换一个 改完之后的油耗大概多少 三十桑乐左右吧 怎么办 我稍等 现在车子的数据是轮上850匹1200纽 改的里面都看不出来 因为它动的都是腹内里面的强化件 像罗酸 喷油嘴 高凸全都上了 油耗日常代步的话在三十五六个 就正常开驾驶 如果暴力驾驶的话 基本都在六七十个吧 上路差不多弄好两百多万 这个C6简单说一下吧 就这个车现在在国内确实很少见了 主要是一个年份比较久远 然后它到了现在是已经12个年头了 这个车子我曾经驾驶着它去多次参加 那个中国直线竞输锦标赛 拿到过两次冠军 机盖打开 风有点大 这不会把我机盖给吹先翻了 机盖看一下 这里面是一台经典的科尔维特LS3引擎 6.2排量自然吸气原厂马力是436匹 但是呢 现在它在保持自然吸气的状态下 已经升级到了600匹马力 而我们现在点火 这位科尔维特嘛 就是被称之为美国超跑中的皮卡 这个是原汁原味的这种直男风格 是真的很乱 自己一个人开着这个车 拉上了我的一大堆行李家当 然后呢从南宁一个人开车开到上海来创业 特别有一种这个怎么说流浪的感觉 有了那种经历之后 你会觉得这个车子跟你会更有一种感情 GT500 哇 这是真的shave啊 它的动力就是670匹的去原厂马力 然后855扭的扭矩 正常开吧 正常上下班是绝对开不了 我开过一个月实在开不了 哇塞 这有点好像完全不一样 然后再试下它的档位 其实档的话好像差不了多少 其实这辆车我买下来之后才知道中国只有10辆 只有10辆 对我买到它手上的时候第三人车主 之前展展过陕西到福建 然后再到我手上 这是你这一台车的油耗是多少 这辆车平均下来的油耗基本上也就在14左右 我正常在市区里面基本都是30以上 开这个车谁在乎油耗 因为四缸车省油 所以说我买了双倍省油的八缸车 谢谢 然后这一台原厂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 你看它里面是什么 这是首挡的 这是真的350啊 这得花多少钱啊 我不知道车主在哪 这台车我是在温哥华买的 然后我把它我自己把它运回来的 其实我买这台车的时候 我从驾驾出来就没开过手动挡 我是把这个车 我因为我喜欢这辆车把它买出来 我已经不在乎它是不是手动挡 然后我就是提车以后 然后跟销售说你教我一下手动挡怎么开 那你可以透露一下你这台车弄回来大概要多少次 那时候贵了 那时候的关税比现在要高 然后再加上外商自带这个手续本来就是比较要成本要高一点 所以说当时全部弄下来将近170这样 因为这个车其实我买的时候我没有打算把它运回来的 因为我只是在国外买了一辆车 然后结果我大概就开了200公里 然后我就要回来了 然后我就心想啊 我好不容易买到这辆车 我都没怎么开 我就很心疼 然后就想着说 哎能不能把它弄回来 没有一辆野马的行驶证跟我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是何载两人 重点它这个手动的 对 你可以踩下离合器嘛 然后然后挂下的感觉 哇这个感觉还是 哎这个吸入感很好哎 很快我觉得很舒服 那我想问一下这台车 你有拿拿它去飘过椅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因为它的轮胎是定制的 国内没有这个规格 买轮胎很麻烦 虽说不舍得烧 换过一套轮胎是通过一倍之油 就是从国外海外逃回来 海外逃回来 这是最便宜的碳价位原产轮毂 10万块不到 人家保时捷一套都可以买台 2.3的野马了 这样轮毂这么便宜 先来开一下 车组应该不会心痛吧 12 o'clock midnight 开始了 来吧 来 真的太棒了 而且刹车我只是点了一点点 它就已经完全能返回给你了 你的手机飞了 你是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每个看我车的车机都比我好 虽然体验的时间很短 但在看完这台GT350R之后 我明白到 美国车真的不只是跑直线 以前我玩车的世界只有86 只有JDM 但现在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不同的车都有他们吸引人的地方 我是娜娜 之后还会带大家看不同的性能车